你遇到的是那种鬼 鬼到众生又是怎么来的 大家好,我是莫莉芬芳 鬼是雀诺部位 因为鬼到众生长时间缺乏饮食的滋养 所以内心当中多诸雀诺,多诸部位 鬼到众生是怎么来的呢 这么多的众生,为什么堕入鬼到呢 主要的因缘是飞魄律仪,犯菩萨界,毁佛涅槃 这地方特别指的是,过去在人道的时候 我们知道六道当中,只有人道有强大招业的力量 你研究为事,你就知道 其余的五道,大部分都在受果报 他那个第六意识是按钝的 非破律仪,他过去生是做人的时候 非,毁谤,破见,破戒,破坏,生文戒的律仪 或者是毁谤,或者是破戒 菩萨界也犯了大圣的三句境界 这是他违犯的戒法 其次,毁佛涅槃 毁谤大圣的佛法之圣身 不生不灭涅槃的真理 他说这大圣的真实道理不是佛所宣说的 这就是毁佛涅槃 破坏大家对大圣圣身法门的信心 乃至于诸余杂业 其他种种的十二页等等 这里讲的他过去所造的罪因 那么以上所翻的果报是什么呢 他造这么重的罪 他当然第一件事情先到地狱去 在地狱当中受了多生多劫猛火的烧燃之苦 把罪消灭了以后 他还有剩余的罪业跟喜气 就受诸鬼行 也就是鬼道的身形 来偿还他剩余罪业的习气 这是讲到他堕入鬼道的因缘 这一段毫义大师在解释的时候 他认为本经所说的堕落鬼道的因缘 只是四种因缘的其中一种 来看看这四种因缘 第一种 他现身在人道当中 照下品的十二 来生直接堕入鬼道 罪业直接今生造罪来生堕落 第二种 多生业熟 呼牵起报 他今生没造什么罪业 但他过去生造了鬼道的业 在临终的时候突然间成熟 他就直接堕落 这是多生业熟 第三种 他现是造了五逆十二的重罪 他本来要堕地狱去的 但是他先受恶鬼的花报 我们讲先开花再结果 先受恶鬼的花报 然后再堕地狱 第四种 他直接堕入地狱以后 地狱的果报消灭了以后 以他过去剩余的罪业跟习气 来鬼道受一报 这是第四种 他先到地狱去 地狱当中把他重大的罪业消灭了 但是还有剩余的罪业跟习气 在鬼道把他偿还 鬼依习气及罪业分为十种 第一怪鬼 贪物为罪 他主要的烦恼 物指的是财物 这个人的烦恼当中 对财物的贪求特别的重 你看有些人 他也没有什么脾气 没什么称恨心 你打他骂他都没关系 但是他就是贪求财物 这种人是 人罪必欲物成行 名为怪鬼 他以贪求财物的罪业 先到地狱去 经过多生多劫地狱的火燃烧 把这苦受完了以后 还有剩余的罪业跟习气 欲物成行 他的神是遇到过去生 所贪爱的金银财宝 他就负在金银财宝当中 而成就鬼道的身形 这个就是怪鬼 怪就是作怪 这种鬼道 他经常附在财宝当中 或依草附木 依止在草木 来做种种的怪 他过去生 因为贪求财物 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习气 第二种鬼是 贪色为罪 诗人罪壁 遇风成行 名为把鬼 贪色为罪 他的本音是 贪求男女的美色 他过去生 在地狱受了罪业以后 遇风成行 他过去生 淫欲的习性比较重 从地狱弹出来以后 他的神是遇到风 虚空当中有很多的风 遇到风以后 就成就了他鬼道的身形 名之为把鬼 把鬼我们叫女妖 因为他过去生 淫欲习气重 淫欲俗火 所以他所到之处 都没办法下雨 就造成了旱灾 叫把鬼 第三种鬼是 媚鬼 贪祸为罪 世人罪壁 欲处成行 名为媚鬼 在本音 他是以 欺狂迷惑他人 到了地狱去以后 受了地狱的果报 欲处成行 处指的是处身 特别指的是狐狸 野竿 或者老鼠等等 他的神是 经常会欺狂迷惑他人 所以他就经常 附在动物当中 成为媚鬼 他能够做 种种身形的变化 来迷惑欺狂愚人 比方狐狸精 老鼠精等等 第四种鬼是 古毒鬼 贪恨为罪 世人罪弊 欲虫成行 名古毒鬼 他的本音是称恨 他经常想要加害于人 依止本音 在地狱受完罪以后 他遇到虫 这个虫指的是毒虫 毒蛇 武功之类的虫 叫 古毒鬼 过去我们中国偏僻的地方 或东南亚地方 经常有古树 依止古树来驱使古毒鬼 害人 因为他过去生有称星 所以他就会有这样的相貌出现 第五种是厉鬼 贪欲为罪 世人罪弊 欲衰成行 名为厉鬼 义 就是他在本音当中 经常喜欢做负面的思考 我们的意念 有时候意念佛的功德 意念光明的事情 内心就产生发喜 但这个人 他经常是意念别人 对他做不好的事情 他内心经常有恨 累结怨恨 这个怨恨的罪重了 以后到地狱去 把这罪受完以后 欲衰成行 衰四十不条 风不条 雨不顺的时候 他就因为四十不条的因缘 就成就他 鬼道的因缘 名为厉鬼 厉鬼的目的是 到处散布瘟疫 散布病毒 我们看那禽流感病毒 等各种病毒 就是这个厉鬼来的 因为他内心当中 有很多的怨恨 没有办法发泄 所以他做鬼道的时候 就到处散布 病毒来害人 第六种鬼是恶鬼 贪傲为罪 世人罪必 欲气成行 名为恶鬼 在本应当中 他的心中有高慢之心 他总是觉得自己高高在上 到了地狱 去受完罪业以后 欲气成行 遇到地上的争气 因为他平常就喜欢高举 所以看到地上的气 也是高举 跟自己就很相应 所以他就跟气结合起来 而成为他的鬼道身形 叫做恶鬼 恶鬼就是无主的孤魂野鬼 没有人祭祀 没有人来供养他 经常受饥渴之苦的 叫恶鬼 第七种鬼叫厌鬼 贪网为罪 世人罪必欲忧为行 名为厌鬼 网 这个人老是去毁谤他人 那个人明明没有做错 他就用不实的罪 嫁祸于人 叫做网 网就是毁谤的意思 他因为诽谤的罪 到了地狱 受完罪以后 欲忧为行 他就经常做一些 暗中伤人 见不得人的事情 所以他就忧 所谓忧 就是在忧 在忧隐暧昧 比较昏昧 空气不流通的地方 形成他轨道的身形 名为厌鬼 厌鬼就是趁人家睡觉的时候 压住人身 使人家喘不过气来 厌媚鬼或叫厌鬼 第八种鬼是亡良鬼 胎名为罪 世人罪必欲经为行 名亡良鬼 他在本音当中 这个名是说他 邪知邪见 自作聪明 这种人在地狱 罪必以后 欲经成形 金指的是日月的精华之气 他吸收日月精华之气 叫亡良鬼 亡良鬼一般就是 我们俗称的山中的精灵 他的形状像小孩子 也喜欢学人家的阴身 来迷惑捉弄愚人 第九种鬼叫义食鬼 贪臣为罪 世人罪必 欲名为行 名义食鬼 臣指他以欺诈的手段 来引诱别人 他从中间得到利益 叫做臣 他从地狱受完罪业以后 欲名成形 名指的是咒术 一般指的不是佛教的咒 那是属于外道的咒术 佛教的咒及护法神 都属于正神 他遇到咒术以后 就结合成鬼道的身形 叫义食鬼 他一生当中 就是听命于咒术 来造作祸福之事 叫义食鬼 第十种的鬼 叫做传送鬼 贪党为罪 世人罪必 欲人为行 名传送鬼 党 是指个人平时喜欢成群结党 一方面好乐争辩 来复偿他的过失 这个人从地狱罪必以后 欲人为行 这个人指的是灵媒乌师 附在灵媒乌师的身上 来传送 吉凶祸福于人 叫传送鬼 偶一大师在注解里 他提出 这一个人到众生 他过去生是 非破律仪 犯菩萨戒 悔佛涅槃 乃至种种的十二页 到地狱去 到地狱去以后 这种人堕入轨道 他是从地狱出来 到轨道了 主要是酬长过去的习气较多 这个人这方面的习气特别重 这习气还没有消灭掉 所以他要受轨道的余报 以习气为重 有十种习气 就造成他十种相貌 主要是酬长习气 轨道的果报 我们应该怎么去观察 才能够真正的如实了之 轨道的相貌呢 先从假官的角度来说明 这个人他过去生 造了罪业 到了地狱去 然后转身为恶鬼 他主要是以纯情堕落 他过去生 是造了纯情 或者是九情一想 乃至于八情二想 到地狱去 到地狱当中 受了罪业的火的燃烧 把他重大的罪业之水 烧干了 但是他还有一些 剩余的习气 罪业虽必 习气有在 所以以他习气的力量 到轨道去了 这一点 欧依大师也是持这个看法 习气为重 不是以罪业为重 这是假官 此等皆是自妄想业之所招致 若勿菩提 则妙原名 本无所有 这样子的轨道因缘 是怎么来的呢 都是我们内心的妄想 跟罪业之所招引 一念的妄想 去照做罪业所招感的 但是 我们要能真实的悟到 我们一念心性 亲近的菩提心 所谓的 现前一念心性 则妙原名 本无所有 妙是法身德 原是般若德 明是解脱德 一念心性俱三德 是本来没有鬼道的果报可得 我们在断除死瓦界的 《扎染因果》的时候 在本经当中 把因缘法讲完 也一定会讲到这一句 若勿菩提是本无一物 若勿菩提是本无所有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一个人起烦恼 造罪业 这件事情是不正常的 很多人都认为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 我没办法改变 我的烦恼习气 因为我的习气 就是贪 称烦恼重 这观念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烦恼 本来就没有罪业 自信本自清净 所以我们在断烦恼的时候 你一定要很清楚的 相信你自己的这一念心 是清净的 是本来没有烦恼 没有罪业 没有三二道的果报 那怎么后来有呢 那就是一念的妄想 捏造出来 那眼睛他一再的强调 这个观念 所以偶一大师说 一意在目 空花乱坠 虚空本来是没有花的 你怎么看到花呢 因为你的眼睛有意挡住了 所以你看到了花 问题不是花本身 就是你要把意拿掉 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 会觉得很痛苦 到底我们为什么痛苦 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我们会去改变外在的人 改变外在的事 其实你错了 因为你的痛苦是一念的妄想 在那个地方引导 你自己变现一个姻缘 给自己痛苦 你看我们照镜子 镜子本来是有黑点 若不擦镜子玻璃 只擦镜框 那个黑点就是不会失掉 所以要找回亲民 是要擦拭镜子玻璃上的黑点 这地方的关键点就是 我们内心自己捏造一个妄想 然后造罪业 然后自己再把二轨道的果报 献出来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